上週末受到泥沙颱風影響 许多地方都有災期出現 尤其台北市的淹水 更是數量全台之冠 不過台北市的副市長彭震生 昨天脫口說出台北市有什麼災害 立刻引發了輿論的踏伐 不過現在又被揪出 十六號當天市長柯文 只有還沒有回台北 而當家的彭震生 人也沒有到應變災害中心 自稱是待在關底調度聚會 上週末的台北受到泥沙颱風影響 於是大的嚇人 台北各地災情平傳 不過台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受訪時卻意外蹦出一句 台北哪有什麼災情 讓大家聽了超傻眼 這句話有點不太恰當 你覺得呢 不然要怎樣 想要收回這句話嗎 不會啦 沒有什麼好收回的啦 所以我們北市的SOP是什麼 你去問消防局長 彭震生腳步匆匆 不願停下來多說 態度還是才很硬 只是台北市災情居全台之冠 彭震生這說法 名狀恐怕很難接受 現在又被發現 16號當天市長柯文哲 還沒回到台北 唯一的副市長彭震生 也沒進駐災害應變中心指揮 彭震生解釋 他在關底調度 函出到現場看災 難道是要去服術嗎 但關鍵時刻指揮句點 唱空神合理嗎 彭震 您本來就應該進入指揮中心來做指揮 調度只要是局處橫向聯繫就可以調度 指揮官是必須要去掌握整個情勢的判斷 研議到底要不要升級的這個問題 在黑應變中心這邊還是指揮調度會比較方便一點嗎 不會啦 再有這樣的一次機會 您會在家裡還是會直接過去這個應變中心來做指揮調度 我會當場去做決定 再來一次會不會進指揮中心 彭震生不敢在正面回應 畢竟颱風天風災遇事都不可輕忽 可是府從市長到副市長應變態度 市民全都看在眼裡 記者陳思琦 陳明華 臺北財貿易報導